欧美人对黑色星期五的热衷 相等于双十一购物节对亚洲人的影响 不过随着环保意识的崛起 在环保分子眼中的过度生产和消费 也变成了一种罪 包括美国 法国 德国 荷兰等 在内的欧美国家民众 就趁着大促销这一天的各自发起抵制 黑色星期五运动 抗疫污染 反对浪费 网购的盛行改变了许多 现代人的消费模式 今年的黑色星期五 各大零售商店的购物人潮明显大不如前 数据显示 美国今年只有36%的消费者计划在这天购物 这个数目比去年减少了1% 相比2015年更是锐减23% 更何况当黑色星期五 碰上日渐崛起的环保意识 如今的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 比以往来得更理智 也更加节制 在黑色星期五的发源地 美国 这天除了上街抢购的人潮之外 也有环保分子站出来游行 批评过度消费 行程浪费 给地球造成沉重的负担 铺天盖地的减价优惠 很容易让许多消费者冲昏了头 一个不小心就会疯狂消费 在这点上 美国最大网络电商公司亚马逊 就成为重视之地 在法国 德国以及荷兰 大批环保分子直接踩上亚马逊运输中心和仓库外示威 批评促销活动让商家生产过剩 诱导民众过度消费 造成快递包裹激增 家具交通拥堵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也有环保分子组成人链包围商场 或者干脆在店外摆摊 售卖旧衣或二手物品 推崇在利用里面 将将将会有处理 甚至多多可以再能够大量 前逊 来目标记 我觉得一个铆材 可要异万一 这是一学建训的 批商商対商商 这是在热币剧的 畢阅审则 然后训练务 坐要投属业 我们是一条成为一条 商商溅 是否则 我们不干净的动员 unsere声音 是否创众 巴黎政府数据显示 在黑色星期五期间 单单是亚马逊 巴黎一天的运输包裹 就多达250万个 这比平时多了整整十倍 目前巴黎政府正在考虑 出台新的规定 包括对快递征税 以协助缓解亚马逊等公司 所造成的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